南韓最近在首爾金浦機場首度公開試飛空中計程車 預計四年之後 也就是二零二五年正式上路 未來從更遠的人船機場到首爾市中心 可以縮短三分之二的時間 只需要二十分鐘 南韓推動無人機運輸再迈進一步 韓國國土交通部十一月中在首爾金浦國際機場 首度公開試飛空中計程車模型機 試飛的兩架空中計程車是由德國 製造的雙人座飛行機 他們起降方式類似直升機 而且可以無人駕駛 飛行員成功在五十公尺以下的高度 飛行三公里 並確認機場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 適用空中計程車 空中計程車上路後 首爾往來仁川國際機場的時間 將大大縮短 南韓政府估計 原本三十到五十公里 車程要花一小時的路程 搭乘工中計程車 只要二十分鐘 價格部分 從仁川國際機場到首爾市中心 約十一萬韓元 兩千六百元台幣 不過到二零三五年市場成熟後 價格將降到每趟兩萬韓元 約五百元台幣 共識新聞 順寧編譯